一张外地寄来的法院传票 让嫁入皇家的李梅遭受非议 说李梅在十年前跟一个男人结了婚 现在对方要跟李梅离婚 十年前自己并没有结过婚 怎么就成了重婚者 不但名字相同 连这身份证号码都是一模一样 李梅决定去应诉 发现那个要跟自己离婚的人并不认识自己 无辜成了重婚者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2015年1月11日临近年关 在大山深处一个平静的小山村 最近出了一件大事 这老皇家的媳妇李梅 收到了一张外地法院的传票 三里人收到法院传票 本身就是一幢稀罕事 更让人奇怪的是 这传票上面写的居然是离婚纠纷 要知道这李梅嫁进老皇家了有八年多了 一直是循规蹈矩本本分分 可是人家诉状里是这么说的 说李梅在十年前就在外地跟一个男人结了婚 现在对方要跟李梅离婚 难道说这外表老实的李梅 在婚前还有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这隐瞒的婚事究竟算是怎么回事 这个消息让老皇家上上下下顿时炸开了锅 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李梅就是大呼冤枉 他一再解释 十年前他的确在那个地方打过工 但是肯定没有结过婚 这个离婚官司那一定是搞错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李梅还当着丈夫的面 拨打了法院的电话 可是人家法院明确的答复 没有搞错 请准时道庭 这一下李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想想也是 这法院的传票它可是真的 没这档子事情 法院能发传票吗 谁会拿离婚官司来开这个玩笑呢 李梅他不管怎么解释 老皇家没有一个人去相信他 对于淳朴的三里人来讲 这事是无法容忍的 李梅的丈夫开始指责李梅 说李梅就是个骗子 非要他把这个事给说清楚 否则他也要跟李梅离婚 整个春节从年前闹到年后 老皇家是鸡飞狗跳 没有一天安静 气愤的李梅觉得要想还自己一个清白 方法只有你一个 就是开庭时到法庭上走一趟 是真是假 一看我就明白了吗 这元宵节一过 李梅夫妻娘就按照传票所指定的时间 早早的到了法庭 坐在被告席上的李梅心里是又委屈又生气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怎么会有人造谣说自己跟他结了婚 喜宿离婚这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点了 临近开庭的时间 门外走进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这个男人一下就坐上了原告的戏 李梅一看气是不打一处来 因为这个男人李梅他压根就不认识 可是没等李梅开口 对方就诧异的指着李梅 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走错了 李梅一拍桌子大声的反问 你问我是谁 我就是李梅 你把我给告了 你这安的是什么心 你为什么造谣说我跟你结婚了 那个男人一下就跳了起来 大声的说道 我没有造谣 我前面的媳妇就叫李梅 为什么他没有来 是不是你把他给藏起来了 两个人一见面 这就是互相的指责 针锋相对 眼看着这冲突就要发生 就在这个时候 法官走了进来 大家顿时安静下来 围着法官问问 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通过法官的介绍 李梅知道了 这个男人他叫刘洋 陪着刘洋一起来到法庭的就是他的女朋友 小丽 在刘洋的手中有一张结婚证 这结婚证上写的男方就是刘洋他本人 而这个女方不是别人 恰恰就是李梅 不但名字相同 连这身份证号码都是一模一样 上面还盖着民政局的公章 难怪人家刘洋要起诉李梅 李梅他就奇怪了 两个人压根就不认识 这结婚证从哪里来的 这一下法庭也像当年老皇家一样 炸开了锅 李梅的老公在怀疑李梅 李梅却在法庭上指责刘洋 但是刘洋却信誓旦旦的 说他这个结婚证一定是货真价实的 就在这个时候 刘洋的女朋友小丽开始哭了起来 说在这个事件中 他才是最大的最受委屈的人 原来这个官司都是因为小丽才引发的 2013年1月4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的谐音是爱你一生一世 所以很多新人都挑选这一天去办结婚登记 刘洋跟他女朋友小丽也赶来凑个热闹 可是等到他们提交结婚申请的时候 工作人员却把他们的申请材料 给退了回来 刘洋就奇怪了 为什么呀 人家工作人员说了 刘洋是已婚 所以不允许贷登记 刘洋当时就懵了 本来曾经在幸福之中的小丽 就当场的崩溃 好你个刘洋啊 原来你是有老婆的 你就是个骗子 刘洋委屈的大声的叫 没有呀 我那个媳妇十年前就跑了 不是说了吗 夫妻分开满两年了就自动离婚 怎么还不让我再登记啊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 小丽是揪住刘洋 非要让她说个明白 刘洋这才向小丽 说了前面这个婚姻的来龙去脉 话说这刘洋啊 今年她是36岁 在十年前她确实结过婚 可是这媳妇呢 嫁进门之后 也就十来天就跑了 到现在为止 那都找不见人 这刚进门的媳妇就跑了 对于刘洋来讲 这脸面都被丢尽了 到现在为止 这个事啊 都是村里嘲笑刘洋的一个笑柄 所以刘洋呢 他压根就不想提这个事 村里来啊都告诉刘洋 反正这媳妇已经跑了 夫妻嘛分开满两年 那就自动离婚 跑了就跑了吧 过了两年 那再找一个也无所谓嘛 可是这一等啊 那就是好多年 在前两年的时候 刘洋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小丽 这小丽啊长相一般 是个出手出脚的农村女孩 家境非常的普通 但是人家女孩心底无比的善良 而且这小姑娘只有二十多岁 要争论其条件来 他刘洋还配不上人家了 两个人这一见面啊 就一见钟情 刘洋是真心诚意的 想跟小丽结婚 而这小丽呢 也看中了刘洋的忠厚老师 几个月后 两个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这一回刘洋 他想赶个时髦 浪漫一把选了一个好日子 来跟小丽办结婚登记 可没想 却因为这过去的事情 给卡了壳 小丽她是非常的生气 这酒席定呢 勤帖都发了 自己这憧憬多年的婚礼 就这样 因为刘洋的原因给泡了汤 但是这生气归生气 这婚胎也得结啊 但是要结婚的话 刘洋这已婚的帽子 那必须先给摘掉 所以呢 小丽就带着刘洋 一起来找律师进行咨询 律师告诉他们俩 其实啊 婚姻关系 并不能因为媳妇跑了 就自动终结 所谓夫妻分开满两年 就自动离婚的这个说法 那肯定是不正确的 刘洋如果想结婚的话 那他必须把前面的婚姻给结束 现在刘洋必须要到法院 去起诉这个早就早不见的媳妇 这要打一个离婚诉讼 如果法院判决离婚的话 刘洋才可以跟小丽重新登记结婚 一听到这儿话 刘洋这头就大了 这媳妇跑了十多年 人都早不见 这官司还能打吗 可是人家律师说了 这个官司可以打 在离婚案件中 如果被告下落不明的话 作为原告 他可以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 进行起诉 法院可以通过登报公告 或者委托对方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 代为送他 到时候如果法院开庭 即使对方不到场的话 法院也是可以判决离婚的 这就叫做缺席判决 在小丽的督促下 刘洋就立刻起诉了这个早就早不见的媳妇 于是李梅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讲述的那一幕 来应诉的李梅 并不是刘洋当年娶的媳妇 那他当年娶的那个媳妇 是哪来的呢 要说一万块能够娶个媳妇 这价钱不算多 花钱娶的媳妇跑了 被骗钱的刘洋为何没有报警 这买媳妇也算是犯法 到时候母妇两没抓着 刘洋就先得进班吧 刘洋哑巴吃黄脸 不敢举报骗子 但骗子的身份信息为何是李梅的 无辜成了重婚者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个欺笑的离婚案子到底是哪里错了 就在大家迷惑的时候 法官仔细地审查了一下案件的材料 发现了问题的癥结所在 这个结婚证上的女人 她外形上跟李梅确实很相似 如果不仔细查看 乍一看的话 确实跟李梅非常的像 但是仔细分辨 这个女人她根本不是李梅 大家都知道 我们身份证上的很多照片 跟本人会存在差异 不仔细查看的话 真的会出现一些差错 可是仔细一看 这个结婚证 她根本就不是李梅去办理的 可是法官就纳闷了 这个刘阳她的媳妇在十年前就跑了 难道说刘阳就不会报警 不会按照身份证上的信息 去找寻这个媳妇吗 如果去报警的话 这个秘密也不至于到现在才发现 大家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刘阳 刘阳满脸的愧色 她这才扭扭捏捏捏地 一五一十地说了一下 这个媳妇的真实来历 话说这刘阳啊 是当地一个本分的农民 她家境条件很一般 性格也比较内向 平时总是不太言语 再加上这长得 确实有点寒碜 所以尽管她非常的勤劳能干 可是呢 她迟迟找不到媳妇 眼看着 在村里同辈的小伙子啊 都结了婚 连孩子都满地乱跑了 可是刘阳她还是光棍一个 心里着急的刘阳 做梦都想娶媳妇 她甚至意想天开的希望 天上能掉下个媳妇来 砸在她刘阳头上 还别说 这等好事还真的被刘阳给碰着了 天上真的给她掉下了的媳妇 就在十年前的一个夏天 刘阳正在县城的集市里边闲逛 在猛人间 刘阳感觉到了 有人在掏她的口袋 刘阳伸手一抓 恰巧就把对方的手给抓住了 刘阳回头一看 嘿 这胆大包天的小偷 居然是个女的 这个女小偷啊 一看自己被当场的被抓住 当时就惊恐不已 刘阳呢 本来非常的生气 可是一看对方是个女的 自己还抓住人家的手 她倒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这个女人穿的是破破烂烂 但是呢 这长相非常的俊俏 两个人就这样 手抓着手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不知道说什么 看着女人的手法 那应该不是老手 而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小偷 就在这个时候啊 一个老太太挤了进来 她悄悄地拉了一下刘阳 对刘阳说 小伙子 你别作声 你也别生气 这是我女儿 我女儿她真的不是小偷 我们母女俩已经两天两夜 没吃东西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就行行行好 放过我们吧 这话还没说完 他们两个人就是眼泪汪汪的 刘阳啊 一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这个还能怎么办呢 所以她只好把手给松开了 他们母女俩连忙道歉 转身就想离开 可是刘阳却说了一声 别急啊 吃点东西再走吧 刘阳请他们母女吃了一碗面 大家就这样边吃边聊了起来 原来这个女人是被人拐卖到这个地方的 外地妇女 她的母亲历经千辛万苦 这才把女儿给救了出来 为了一路躲避 他们身上的钱用完了 这才流落街头 在万般无赖之下 她的女儿上街去偷东西 可是没想到这第一回就被刘阳抓了个阵走 通过老太太的讲述 刘阳知道 他们母女俩现在已经无家可归 老太太正在寻事着 要跟她女儿找个好人家给嫁了 刘阳觉得自己的桃花运来了 当时没等老太太说完 刘阳就表示 自己就是个官位 只要他们母女俩愿意 她保证管吃管喝 将来还给这老太太养老送终 这话一说 他们母女眼睛就亮了起来 三个人当场就把这事给敲定了下来 老太太要求刘阳给她一万块钱的礼金 她要回老家去处理事情 女儿嘛就留下来跟刘阳结婚 看着这俊俏的女人 刘阳这心里是乐开了花 要说一万块能够娶个媳妇 这价钱不算高 但是这母女毕竟来路不明 这还没结婚就给礼金 自己放心吗 刘阳的心里不免有些担心 老太太看出了刘阳的犹豫 她大方的对刘阳说 小伙子啊 我也是看你忠厚老实是个好人 我才同意把我女儿许配给你 你放心吧 等你们结了婚你再把礼金给我 我老太太是不会骗你的 听完这话 刘阳这心里也就放了心 喜出望外的刘阳 带着这个天上掉下的林妹妹回到了村里 过了几天 刘阳就拉着这个女人去办结婚证 直到这个时候啊 刘阳才知道 这个女人她名叫李梅 结婚证办好以后 刘阳当天就把一万块钱的礼金给了老太太 老太太带着礼金就回老家办事去了 刘阳就拉着媳妇在村里摆了宴席 他们这婚啊也就算结好了 可是没想到这开心的日子也就短短的十几天 这刚过门的媳妇 就莫名其妙的跑了 刘阳他傻乎乎的在家里等着 等了好几天都没看到人的踪影 刘阳的媳妇跑了 这个时候村里人才知道缘由 原来刘阳这个媳妇不是马路上捡的 是他花一万元钱买来的 村里人都说刘阳真傻 这母女俩摆明了都是骗子 气愤的刘阳想到了报警 可村里人的一番话让他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千万别报警 他们说啊 这买媳妇 这也算是犯法的 如果你报警的话 到时候母女俩没抓着 你刘阳就先得进班法 这话一说刘阳这心里就打了骨 一万块 这不算少啊 但是比起来 如果自己报警被抓的话 那肯定是不划算的 所以刘阳他想来想去 只好是哑巴吃黄脸 自论倒霉了 这一茬丢人的事情 刘阳他根本就是刻意的隐瞒 对谁都不想说 所以呢 今天实在是逼得没办法了 他才一五一十的把它抖了一个干净 听完刘阳的这个讲述啊 李梅突然大声叫了一句 我知道了 大伙被他吓了一跳 李梅赶忙给大伙解释 十年前啊 我就在这个县城里面打过工 当时我的户口本 身份证这些资料都丢了 我猜啊 肯定是这个骗子 捡到了我的身份资料 冒用我的身份 跟刘阳结了婚 大伙纷纷点头 这个骗子原来是连身份都是假的 要不是打这个离婚官司 估计到现在 刘阳都被蒙在鼓里 事情说到这儿 大家就应该明白了 事情的真相应该是水落石出了 李梅啊 这心里啊 无比的开心 她拽着丈夫 要丈夫给自己道歉 而刘阳呢 也拉着小丽 开始要庆祝 大伙都是兴高采烈 可是法官却没有高兴 因为这个官司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结束 本来案情水落石出 法院却无法对该案继续审理 而且啊 法官还劝刘阳 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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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阳和李梅该怎么办 应当前往民政部门 去撤销这一关 冒用他人身份 骗出了结婚证 假的结婚登记 能否被撤销 丢了身份证件的李梅 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麻烦 无辜成了重婚者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法官是这样给大家解释的 如果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话 那么本案中真正的被告 也就是那个假李梅 他就彻底的失踪了 这个官司是没法打下去的 而且啊 法官还劝刘阳 当庭撤诉吧 刘阳跟李梅就纳闷了 这骗子连身份都是假的 那这个婚姻肯定是无效的 人民法院就该当处理啊 为什么要撤诉呢 说到这儿 我们就要给大家讲一讲 人民法院该当如何处理 这个啼笑皆非的离婚诉讼呢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给大家讲的法律支持点 结婚登记瑕疵纠纷的处理 依照婚姻法第四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第一重婚的 第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第三在婚前就患有医学上 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在婚后尚未治愈的 第四未达到法定婚龄的 在本案中 刘阳跟李梅之间不存在上述情形 因此他们不属于无效婚姻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当事人以结婚程序存在瑕疵 提出民事诉讼的 主张撤销结婚单纪 应当告知其 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出行政诉讼 也就是说 本案中的李梅和刘阳两个人 应当前往民政部门 要求民政局以职权去撤销这一张 冒用他们身份而骗取的结婚证 如果民政部门不依法撤销的话 刘阳和李梅可以向四一级的民政部门 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事情说到这儿 我们就应该知道了 所谓的法官要求刘阳和李梅 将这个案件予以撤诉 那么事实上是因为法律上的这些规定 听完法官的这些解释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事还得去找民政局 惹出了无数麻烦的刘阳 当前撤了诉 大家一起共同到民政局去 办撤销手续 到了民政局之后 满头大汗的刘阳就像祥宁嫂一样 又把他当年的这些荒唐事 如此这般的说了好几遍 在听完了刘阳的这些讲述之后 工作人员详细的审查了 他们之间的身份 最终民政部门依法给了他们一个结论 刘阳跟李梅之间 这张结婚证确实是存在着瑕疵的 依照法律规定 这属于应当撤销的结婚证 最终已依法撤销 这也算是还了李梅一个清白 给了刘阳一个自由之声 刘阳跟他的女朋友小丽两个人 就拉着李梅的手 一个劲儿的道歉 毕竟他们的行为给李梅带来了多少的麻烦 给李梅带来了多少的痛苦 但是之爽的李梅 并没有过多的去责怪他们 相反 他还很真诚的去祝愿 刘阳跟他的女朋友 友情人忠诚传属 这个时候李梅的老公就在旁边闷声不响 刘阳说 我已经道歉了 你更应该道歉 李梅的老公傻乎乎的脸色嘴笑 以后我再也不这么犯魂了 我真的错怪你了 李梅这一下算是笑了 四个人就这样不打不相识 也算是宾寺前嫌了 对于李梅来说 自己总算是讨回了清白 但是回到家之后 她还是心有余悸 十年前自己丢了身份证 一个不知底细的人 可以用她的身份去跟别人结婚 那么这十年过去了 这个女人会不会利用自己的身份 干出别的什么事情来呢 想到这儿 李梅她就坐不住了 在丈夫的陪伴下 赶忙向警方报了案 起初派出所对于这个报案 并没有怎么重视 但是当李梅夫妇两 把这个事情的原委 彻彻底底的说了个明白的时候 警方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在十年前 对方就冒用他人身份骗婚 而且还大大方方的和刘阳 办理了正式的登记手续 光凭这胆量 那就不是新手 也许刘阳和李梅她们俩 还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警方在立案之后就开始了侦查 警方手中这唯一的线索 就是刘阳结婚证中 那个女人的头像 根据警方多年的侦查经验 这个母女两个人 她应当是具有前科的犯罪人员 所以最终警方在将过往的犯罪人员信息库进行比对 最终锁定了这个女人 同时还锁定了那个口舌如簧的老太太 根据信息显示 这个母女两她还真的是一对母女 他们两个人在十多年前就因为骗婚 被判过刑 坐过牢 确实是具有前科的犯罪人员 掌握了这些线索之后 警方就将对方传讯到了派出所 俗话说 再狡猾的狐狸都斗不过猎人 在派出所里边 他们母女两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这十多年期间 他们都是冒用李梅的身份进行骗婚 而且还是诈骗多起 但是这些受害人都没有选择报警 可能这个事情并不怎么光彩 所以这些受害人都像当年的刘洋一样 选择了沉默 殊不知他们的这种沉默 就是对于犯罪的一种纵容 不久后公安机关就依法 对这对母女进行了刑事拘留 几个月后 人民法院对他们涉嫌犯罪的行为 进行了开庭的审理 最终警方认定 这对母女假借结婚之名诈骗他人钱财 情节严重 数额巨大 已经构成了诈骗罪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和五年 正所谓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只要受害人积极的去报警 我们相信 这种犯罪将会得到更有效的打击 这里梅呢 他主动的报警 不但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还帮助警方破获了这个犯罪集团 我们说学法便是非 守法保权益 用法只纷针 在这儿要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得知自己的身份信息被他们冒用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 应当及时报警 避免无谓的损失 多一点法律常识 将会给你多一份法律的保障 好 本期法律讲堂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还是单身的他在一次聚会中被一个中年男人拽住管他叫老婆 老婆 这些天你跑哪去了 急死我了 误会刚刚解除 他又被警察以涉嫌诈骗带走调查 李滋滋这个光鲜亮丽的女人真的是诈骗犯吗 他到底做了什么 为何接连被怪事缠身 我被冒名 骗婚骗前 明日播出